一个地下室没有窗户的一个小的地下室都得800块钱 然后楼上面那种小卧室带窗户的都得2000块 跑路吧 跑路 现在还是去找一个城中村吧 骑着共享单车过去的话也就4公里 现在我在进到这个城中村的路上呀 看到路两边有非常大的停车场呀 看那边停车停了多少车 这边也是一个停车场 前面那个城中村里的楼建的很高呀 这才有一点城中村的样子嘛 行 接下来咱们进里面去看一看吧 总算是找对地方了 这才是真正的城中村 住不完呀 这么多房子根本住不完 刚才那个是燕丹村 我现在从燕丹村到这个南七家庄村到这里来了 进到这个村里来看一下 这个村比刚才那个村还要偏僻 这边都没有停共享单车的地方啊 直接骑进去看一下吧 这边房子特别的多 基本上每一家都贴的有那个房屋出租的那个纸 看这边特别多 来问一下这一家吧 这一家房子挺多的 打电话问一下 跟着房东上来看了一间房子 带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卫生间 一千一百块 这边村里的房子 比我想象的还是要贵一些的 但是配置挺好的 都是那种小标间 有一个厨房 有一个卫生间 厨房还带臭油烟机的那种 房间里有的还配的有冰箱和洗衣机 如果非要住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前面那个燕丹村或许会好一些 因为刚才那个村到前面燕丹村也有一公里呢 燕丹村离地铁口就会更近一些了 看看从这个桥上 如果你没有电动车 没有汽车的话 你要这个人应该是去坐地铁的 你要是坐地铁的话 你就得步行着往那边走了 很多人都是有电动车的 住在这个村里 刚才我在那个南七家那个村里边看了一下呀 然后也看了一套房子 它那一套房子呢 里面不太方便拍摄 里面有一个厨房 一个卫生间然后一个卧室 要一千一百块钱 还带那个小冰箱 还带那个小洗衣机的 价格的话 相对于天通院来说 肯定是便宜了很多呀 但是窗户也不是特别亮的那种 如果在北京市区里面上班的话 住天通院还是挺好的 毕竟地铁口比较近 下雨了打个伞去坐地铁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恐怕就不太方便了 这边我看村里面住的 应该有一些建筑工人啊民工啊这些 他们都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有电动车呀 或者是有自己的车 这个城中村建的高度 我很满意 嘿嘿 这才是真正的城中村嘛 建个五六层六七层的 跟着一位大姐到这边来看房子 这个阿姨说 她有好几套房子 让我慢慢看 这套房子在三楼是顶楼 有冰箱和空调 也是带独立卫生间的 这个窗户是朝东的 早上和上午的时候都会有太阳 这个大姐应该是在村里租了好几套房子 装修好了之后租出去的 她在前面骑着自行车 我在后面骑着共享单车 跟着她 她骑得挺快的 也不担心我跟丢了 骑了一段之后 拐进了一条小巷子里 大姐在前面给我带路 大姐跟我说 这套房子是昨天刚打扫好卫生的 整栋楼现在全部装修好了 标配独立卫生间 洗衣机和空调 1500块钱 这是这个楼的外墙 这边去地铁口怎么去 在那边的有104 104 坐公交是吧 坐公交 就出了110 出了小巷子 街上可以坐这个公交车 104通往地铁口的 骑着共享单车又回到了天通院这边 我看这些骑电动车的都穿得很厚 有的还穿的棉袄呢 找个小旅馆住下了 明天继续去找房子 这边还可以坐下来 这边的棉袋 这边是在那边的接触